专家用手轻轻打开棺果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汪清澈的泉水 让专家怎么也没想到 千年之下的棺果竟然还能出现这样的场景 专家惊呼 一把保存完整的宝剑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可是有史以来难得一看的宝贝 那么墓主人倒是哪位武官 他的陪葬品为何会有老虎图案 是谁才有资格佩戴这样的饰品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点个关注接着往下看 这期视频为大家解密狼牙汉木之谜 在山东青岛的一次考古行动中 位于黄岛区的张家楼镇 的一个偏远乡村 发掘出一座造型奇特的墓葬 虽然说根据相关的调查 墓主人是汉盖的一个县令 汉城秦治 地方的最高长官是太守 县令在权力上面自然差了不少 那么在相关的墓葬里面 陶谷队发现墓主人的口里面含着龙珠 尸身躺在金龙玉席上面 四周还有清澈的泉水 并且在该墓主人的头部还发现了传说中的玉温明 随葬品还有玉制的还手刀和玉巨剑 那么为什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县令 在相关的随葬品之中发现了如此丰厚的随葬品呢 随着时间来到了2017年 这个不起眼的乡村发现了古墓 村民立马上报了当地的考古队 在考古队来到现场以后 经过初步的探查 该墓葬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晚年 那么在西汉晚年 当地的行政所属地为狼牙郡 因此这座有着明显的面封土 那大墓葬被称作为狼牙墩式封土墓 并且类似藏制的墓葬在该地区还不止一座 其中一座编号为140期的墓葬 最为特别 虽然在初步挖掘的时候 考古队并没有发现这座古墓的特别之处 一直到挖掘到墓主人的棺果的时候 考古队发现 该具棺果比较奇异的是 上面贴着一道道的封条 在打开棺盖之后 考古队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打开了内棺之后 让人没想到的是内棺一直渗出清水 和往常所见腐烂不堪的棺材以及尸体不同的是 这具棺材里面是一棺材清澈透明的清水 但是这水也清澈的让人大出意外 于是所有的考古队队员趴在棺材边上 想进一步的看看棺材的里面有什么 很快这座墓葬发掘出来的随葬品 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因为是清水的原因 棺材里面的随葬品一眼被专家看在眼里 只不过随葬品之外 似乎没有找到墓主人的遗骸 在确保不会拔水搅浑的情况下 陶谷队开始取出棺材里面的随葬品 在这个过程中 水里面的随葬品在太阳下散发着金光 在进一步的清理中 陶谷队发现棺材的四角都放着金子 随后 水底出现的一件木盒 更让在场所有人惊讶不已 原本 在第一印象里面 陶谷队觉得这件木盒经过水的浸泡和时间的风化 应该已经相当脆弱 但是一直到清理完旁边的构建后 陶谷队才发现 这件看似木盒的物品并不简单 在木盒的构建上 镶嵌着金子 并且木盒上面也贴着金箔 并且还镶嵌着美 在清理出木盒之后 陶谷队又在木盒上发现了象征权力的四个吃户 细看木盒 木板上雕刻着青龙和白虎 做工精美 就在大家对这个木盒是什么感到不紧的时候 很快一位考古队员在水里面捞出一只头骨 而头骨的出现 很快就让考古队确定了这件木盒的作用 那就是传说中的玉温明 温明是一种高级葬具 放置在死者的头部 古人认为该葬具考验让逝者在墓葬里面感到温暖 让死者和生前一样 从而 专家确定这个木主人非富即贵 在继续的发掘过程中 除了在棺材底部发现的珠子和不少精致陪葬物之外 一把刀柄上镶嵌着金丝的环手刀和一把精美的玉手剑的出土 更让在场的人嘖嘖称赞 并且虽然经过了近乎2000年的沉淀 但是无论是刀和剑可以看到在拔出来之后都是十分锋利的 在清理木主人的尸骨之中 陶谷队发现了一柄属于文官的帽子 这让陶谷队员们也感到意外 一般来说只有武将才会选择携带兵器下葬 随后 木主人的尸骨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件木主人的骨架通体发黑 看着像是中毒而死 结果相关的鉴定 木主人去世之后 大概只有40岁 有着严重的骨质增生 而在相关的鉴定过程中 陶谷队认为木主人尸骨的发黑 可能和所处的环境有关 并不是中毒 在清理完木主人的尸骨下面 随后发现的一件器物 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只见那是一块块的琉璃 上面有着龙虎等精美的雕刻 在把这些琉璃拼接在一起的情况下 就组成一套奢侈华美的金龙玉席 这种类似的玉席 在中国的考古历史上 可谓第一次考古队推测 这个玉席应该是取代金鲁玉衣的 随后两个不同地方的公文印章 以及乌沙骂 让考古队确定该木的木主人生前是一位县令 但是为什么一个县令 可以享受如此高规格的木葬 在剩下的淤泥中 一枚印章上刻着刘次的司章给了考古队一定的推测依据 虽然只是个县令 但是从新相关的姓名来看 这可能是一位皇室旁之 就类似于刘队的仙人刘雄 在家族没落之后 同样是地方官 但是虽然自己的家族已经没落了 可是有一句话也说得好 那就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因为客观的汉朝皇族的身份 刘次在去世之后 依旧可以享受着高规格的皇族葬制 因此木中出土的如此多精美的随葬物品 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对于这样的西汉古墓 你还有什么看法呢 作为一个小县令 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 也算是不小的官环了